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 最不缺的估计就是节日了 在大大小小的节日当中 很多的民风习俗都不一样 有一些也让人不能理解 像是潮汕人 他们就有着一个节日 就是六月初六的时候 会是鬼过桥的日子 对于这样一个节日 听起来就感觉有些吓人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讲究 在当地人们会晒出书籍 让鬼过桥 并且问鬼等方面的一些活动 对于这样的日子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传统风俗 到了六月初六这一天 潮汕人就会很在意这个过桥节 如果是家里有老人离世了 那么在这一天满百天的时候 就会进行一定的祭祀和过桥的讲究 并不是单单的一个习俗的讲究 而且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之后 阎王爷和殷司都爱吃西瓜的这种传说 就让大家铭记于心 潮汕的人为了让过世的亲人能够过桥 就会把西瓜拿出来 不过也有一个传闻 说是有一些小鬼 十分的懒 不希望出来挑西瓜 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一天的晚上 随便到大街上去抓个苦力 来给自己做事 所以到了六月初六前后的几天里 潮汕人都不敢走出家门 原因是对节日色彩的一种敬重 不过在这样的一些避讳之外 也有着其他的一些讲究 第一个讲究就是买西瓜 从农历的六月初一起 潮汕人就杜绝了买西瓜 因为这一般是办丧事的人 才会去做的事情 相信谁也不希望 自己沾染这样的晦气 而在这之外 在桃子 荔枝 荔枝 葡萄和黄皮果这些东西 也是不能买的 因为都是祭拜时所用到的果子 所以都是有一些晦气的讲究 第二个 就是不能在大半夜的出门 在解放前的时候 到了这几个晚上 大街上是没有人出来的 这是先前的一些讲究 而到了解放后的日子 大家就开始打破这种封建迷信的说法 大街上就开始变得有人气了 不过有的人还是会信奉这一点 最起码在初五的时候 不会大半夜的走出去 像是一些小孩子 就更不能随随便便的出门了 第三个 是出嫁的女儿 不可以回娘家 从六月开始 一直到了过桥节的时候 女儿是不可以回到娘家的 不然就有了办丧事的一种即时感 所以不能做这种不吉利的事情 第四个 是不能去好朋友家里玩 其实就跟第三个理由一样 如果自己没什么大事 不要随便闪门 会有一种祭拜的感觉 是不吉利的 第五个 就是不能做果实 因为这是祭拜人家 才会做的 很多的材料 都是会用到的 家里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人 一定不要随意去懂 这都是对亡灵的一种敬重 祭拜完 也要尽快处理掉 不然会耽误大理 而对于这样的禁忌 有的人就在其中犯了错 导致出了一些笑话 在潮汕的一个农村 有这么一个傻傻的妇人 她总是五月初五就忘了春果 所以到了农历六月 她看到有办丧事的人在春果 就认为这是过节 所以就跟着做 有人问她家里没有人过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就说 自己五月初五没有跟上 就得在六月初六跟上 后来也就成了流传的笑话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